不知道大家看到這些圖片會不會想打個喊路呢? 打喊路的普遍原因就是替換體內積存的二氧化碳 由於肺容量有限,當人類積存二氧化碳過多 身體就會作出保護性的反應 由喊路優發出信號,藉著張開口用力一級 令肺部擴張到超過平常的容量,引入大量氧氣 然後再深深一呼,令肺部盡量排放積存的二氧化碳 這個過程就是打喊路了 那為什麼會不斷打喊路呢? 例如在不暢通的心臘環境下就會不斷打喊路 原因是他們血液中的血和蛋白再氧量不足 令到他們需要借打喊路來加深呼吸 不至於令腦部因為氧氣不足而感到頭昏腦障 如果你經常打喊路的話 這個信號就可能告訴你 腎臟和肝臟可能出現問題,是時候看看醫生了 在什麼時候看到病人的血液 腦部製造人的血液 這兩聲就一定會在身邊 兩聲就跟你肚臟 這兩聲就一直被取消